大家好我是Brian 來到這集尋找天使基地中東戰爭的秘密任務 列國雙爭為求一個異境秘道 今天會講兩場的中東戰爭和天使 找天使的基地有關 講這個天使基地之前 我就想起有聽眾曾經問過我 究竟天使本身會不會有實體 當然天使本身屬靈界 但屬靈界的東西代不代表沒有實體 又未必 因為天使雖然屬靈界 但都是屬於神的創造物 他本身不是神 他只不過是神創造人類之前 所創造的另一種靈界的物種 但靈界不代表他沒有實體 因為如果我們看回聖經創世紀 講到當時雅各 雅各就跟天使去角力摔膠 如果他是純靈體沒有實體 那雅各怎樣跟天使摔膠 似乎這個天使是有實體 而這個實體跟人體很接近 才可以令雅各跟他摔膠 甚至摔贏之後 這個天使叫雅各改名叫以色列 所以以色列這個名字正正跟這次摔膠事件有關 之後我們再看另一個情景 就是當時羅德還沒接見兩個天使 其實那兩個天使就要救羅德離開鎖多瑪 而這兩個天使去到羅德家裡的時候 羅德是給了那些食物他們吃的 如果他是純靈體理論上 他不需要食物 但似乎這兩個天使是化作人的肉身 或者有一個實體 即是模仿人的人體 然後要進食 所以天使未必完全沒有實體 是可以有實體的 如果天使有實體 這樣才可以解通 創世紀第六章所講的這段經文 我經常都引用了 就是這個神的兒子跟人的女子交合 而這裏所講的神的兒子 在猶太文化裡面已經直接解釋為這個天使 即是一班天使曾經跟人類的女子交合 生了一班巨人 這個就是洪水之前的世界 而神就是要用這個大洪水去毀滅這些巨人 或者毀滅這些非神所創造的物種 所以如果天使有實體 那就變得更合理很多 如果天使有實體 就引生另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他由天界下來我們人間的時候 是不是需要一個通道呢 如果需要的話 這個通道又是怎樣呢 甚至他降落我們人間的地點又在哪裡呢 這些就是今集要討論的重點 事實上聖經告訴他 有些天使由天堂或者天界下我們凡間的時候 是有些需要一個通道的 其實在創世記那裏提醒我們 當時雅各就發了一個異夢 在異象裏面 他們看到有一堂好像一個樓梯一樣 那些天使就由這個樓梯上上落落 是由這個天堂下人間 或者由人間上回天堂 這句話會聽就是天界和人間之間 似乎有一些特定的通道 是容許那些天使下凡 或者由凡間上回 那究竟這個通道是怎樣呢 那麼很多的畫家都嘗試去創作 關於這個雅各的夢境 其中一個畫法 你會看到這個畫作就顯示了 他用了一些古代樓梯的樣子 即是那些H型的樓梯 爬上去或者下來 這個就是其中一些畫家的想法 但也有些是當樓梯的 好像街梯一樣 由地面延伸到天空那裏 而這個街梯上面就有天使上上落落 無論究竟是哪一個 但至少我們都知道 聖經是確立了有一些通道 容許天使是貫穿天界和人界的 那麼關於這個地點 其實創世記有更加詳細的記載 當時雅各除了望見天使 甚至望見耶和華 因為他說到他在樓梯上面 見到耶和華就站在那裡 而耶和華就對著這個雅各講 就是這個地方 就會賜給你的後裔 作為你們的領地 即是後來我們所說的加南地 所以你就會見到 原來當時雅各在這個加南地 就遇見了這個通道 是容許天使貫穿的一個通道 關於這個地點 我稍後再詳細去分析 但是起碼我們已經見到 天使是可以有實體 而天使由天界落凡間 都需要一個通道 所以你都會見到一些畫家去畫這個雅各的夢境的時候 那個天梯的旁邊也都畫了一個耶和華 出現在天梯的頂部的位置 是伴隨著天使的 這個就是完全是根據聖經的經文 去進行這個圖畫的創作 那關於這個雅各的天梯 你詳細的分析 或者這個天使的通道 你可以參考我大概一年之前 其實做過一集就是這個雅各的天梯 裡面有詳細的分析 我今集就不詳細說這件事 我今集反而想把重點去討論 這些天使下凡的時候降落的地點 因為其實在這個猶大書一章 都有說到這些天使是離開了原本自己的位置 當然這裡所說的是一些半變種的天使 而剛剛雅各的夢境所見到的那些是正常的 一些正派的天使 但現在我們所討論的 猶大書這裡所說的是一些犯了罪的天使 這裡說的是那些不守本位離開自己住處的天使 其實這一段經文正正就是針對創世紀第六章 所說的神的兒子夏凡取妻那一段經文 就是講那些夏凡的天使 就是離開了那個天界然後去到凡間 那究竟他去到凡間哪個位置呢 究竟那個位置有什麼神秘的地點 也都是我們今集會討論到的位置 但如果要討論這個位置 就要牽涉以色列本身的立國那幾場仗 因為以色列立國其實都不是這麼順利 經過了幾十年的努力 他們才可以拿回耶路撒冷 那現在大家的畫面看到這個國旗就是以色列的國旗 中間有這個大衛之星 而以色列剛剛都說了 這個名字本身就是這個雅各 和一個天使率交的過程中 是贏了那個天使之後 那個天使幫雅各所改的名字 而就是來自這個雅各的新的名字 以色列的 而這個以色列本身呢 它裡面也都牽涉了很多神秘的地點 包括一間所說的那些天使下凡的位置 那究竟當時以色列怎樣立國呢 其實都相當之崎嶇的 這件事就要從第一次世界大戰講起 因為當時中東這個地區 在一次大戰之前 是屬於這個 惡圖曼帝國的版圖 即是現在土耳其 只不過現在土耳其 已經是一個比較弱的國家 但是一次世界大戰之前 是一個很強的帝國 但是瓦解了之後呢 這個中東地區就被這個 英國和法國去托管 托管完之後呢 他們就開始扶植一些國家 就劃界了 而劃了三個國家出來 就是大家現在畫面所見到的 伊拉克、敘利亞和黎巴嫩 然後將敘利亞南部的地區 再劃多一個國家出來 就變成現在我們所見到的約旦 所以你會見到約旦 敘利亞和伊拉克他們的邊界 很多直線出現的 原來是人工或者是一個決定之下 是劃界 所以拉直條線去劃界 就不是透過打仗去打回來的 因為通常透過打仗去打回來的 邊界都會是不規則的 但是如果透過一個計劃 去規劃這幾個國家去成立 去扶植這些國家成立的時候 那你就會見到為什麼 那些國家可以拉得這麼直 所以這個就是中東形成的局勢 是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有關的 但是也在約旦河的西岸也畫了一個區域 當時叫做巴勒斯坦地區 就被當時的巴勒斯坦那些人去居住 但是在這個時候 那些猶太人也開始湧入這個中東的地區去定居 尤其是在巴勒斯坦附近的地區去定居 所以這一個也形成一個衝突 因為無論是巴勒斯坦人 還是剛剛所說的那些中東國家 包括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約旦 主要的宗教信仰都是伊斯坦教的 但是猶太人就黑黑相反 就是信猶太教 所以在宗教上他們已經是談不完的了 再加上民族上的淵源 就是他們阿拉伯人和猶太人本身是有勢手的 因為他們本身的祖宗都可以追溯至阿伯拉罕 只不過阿伯拉罕兩個兒子 一個是正室生的 一個是工人所生的兒子 一個工人所生的兒子 以十馬例就演化成阿拉伯人 而正室所生的兒子就演化成真正的後來的猶太人 所以這個在歷史上或者在聖經的角度來講 他們本身已經是勢手了 但是竟然這個時候 猶太人就遷居去回這個中東地區 那你說為什麼他們要這樣做呢 因為正如剛剛我們已經看了創世記講到 耶和華親自在異像裡面和雅各去講 這個地區這個地點 是會給你們後代作為個領地作為個根據地 所以猶太人就拿著這個根據 就去回這個地區 希望可以建立自己的國家 直至1945年的5月14日 當那些猶太人一路聚居的人數越來越多 而他們自己也都自立一個以色列的軍隊的時候 他就立國 一立國的時候 自然就引起周邊那些阿拉伯國家的反對 於是周邊的阿拉伯國家就開始醞釀要出兵攻打以色列 而這場戰爭就是所謂的第一次的中東戰爭 就是1948年5月15日開始打的 剛剛已經說了1948年5月14日 以色列單方面就立國 而當時也是當年的蘇聯和美國都支持以色列立國 但是周邊的阿拉伯國家就要動武了 就反對以色列立國 當時出兵的周邊國家包括什麼呢 包括剛剛所說的幾個國家 包括他北面的黎巴嫩 東面的敘利亞 伊拉克 南部的埃及 甚至東面的約旦 都有份出兵攻打以色列 甚至去到沙特阿拉伯和也門都有份出兵 你就見到七個國家圍攻以色列 所以當時以色列是相當難打的一場仗 基本上除了他西面是地中海之外 北面東面南面全部都被人圍剿 但是神跡就出現了 這場仗最後反而是以色列以一敵七贏了 而當時以色列佔領了 埃及地中海邊緣的位置 甚至是敘利亞南部埃及郭蘭高地的部分地區 再加上耶路撒冷的其中一部分 亦都被以色列軍隊或以色列人民一起去佔領 但唯一他們佔領不了 就是他們最重要的聖地位置 就是這個 大家畫面見到就是當時他們佔領之後 立刻舉起以色列國旗 但他們最想取得的反而是聖城耶路撒冷的舊城區 即是聖殿山的位置 當時是不能夠成功奪取的 而當時聯合國也覺得不好被以色列取得到這個位置 因為這個位置是相當之巨增以勝的 因為上面已經設立了這些伊斯蘭教的聖地 包括這個圓頂清真寺 所以如果萬一被以色列取得到這個位置 當時真的會爆發更加激烈的衝突 所以當時聯合國就將這個地區 劃成一個中立區由聯合國去管治 所以當時以色列未成功佔領到聖殿山 這個就叫做第一次的中東戰爭 當然以色列的心是未死 他怎樣都要取回聖殿山的位置 所以一直醞釀去到第三次中東戰爭 我們叫做六日戰爭 換言之這場仗就打了六日 短短六日 那背後的目的 以色列是為了什麼呢 關於背後的原因我會分析 但為什麼會醞釀或爆發這場六日戰爭 正如剛剛所說 當以色列立國之後 其實他境內內還有一些巴勒斯坦的難民 即是經常都會和猶太人有衝突 再加上這些巴勒斯坦人有部分 住在這個加沙地區 即是在這個地中海的沿岸的位置 而當時的加沙和這個西內半島 其實是受到埃及的軍隊控制 所以在以色列的南部 仍然有埃及的軍事實力 是對以色列有威脅的 而另一邊商 以色列的北方的 瓜蘭高地 未完全佔領這個位置 他和這個敘利亞是屬於銜接的區域 所以兩個國家也都圍著這個 瓜蘭高地有這個衝突 所以當時呢 以色列也都是自1948年 立國以來呢 都未真正獲得和平 所以對著這幾個國家的時候 其實一直都處於一個戰爭的邊緣的狀態 再加上其實背後有兩個大國在 作為一個操控手 包括這個美國和蘇聯 當然美國當時呢 仍然是支持以色列立國的 所以以色列啊 就受到這個美國和美國所支持的北約呢 捐了一些武器給以色列去打這場仗 而另一邊商呢 蘇聯那邊呢 就支持 反過來呢 就支持這些埃及啊 敘利亞 甚至弱彈這些國家呢 也都運送一些武器過去的 所以其實你會見到 這一場的六日戰爭背後呢 不只是 以色列和這些周邊的 以色列的中東國家的戰爭 而是一個代理戰來的 是蘇聯和美國之間的一個代理戰來的 代理戰的表面目的 當然是為著中東的資源 即是這個石油去打這場仗 但這個是表面那一陣 會不會內裡其實他還有其他的陰謀或者目的呢 待會我會再討論的 但起碼我們已經看到呢 這一次的戰爭 所牽涉的國家呢 已經剛剛說了就是以色列啦 約旦啦 敘利亞啦 伊拉克啦 埃及啦 甚至這個蘇聯啊 美國甚至北約呢 其實有份呢 間接參與這一場的六日戰爭的 而當時雙方的陣營呢 其實都實力是相當之懸殊的 如果以中東國家來說呢 那幾個國家聯合 那幾個國家的軍力呢 如果說坦克呢 就超過2500架的 但當時以色列呢 只有800架的 即是 啊 中東國家那邊是差不多四倍啊 啊 啊 三倍啊 三倍的坦克的數量 而軍隊人數呢 也都是兩倍啊 你會見到呢 中東國家加起來有超過 54萬個軍人參與這場戰爭 但以色列那邊呢 只有26萬左右 而戰機方面呢 中東國家有950架以上的 而以色列那邊呢 只有300架以下 也相差三倍的 無論是坦克 軍隊的人數 甚至戰機的數目 是遠遠少於 中東國家 但問題就是 神職就出現 那當然神職背後 他們都用了一個正確的策略 他們就是 趁著這些中東國家呢 他們是有換班的制度的 即是晚班和早班的軍隊 換班的時候呢 大概是朝早的8點多至9點之間 換班的 在這個換班過程中呢 他們會吃早餐的 即是那些中東國家那些 即是比較休閒的 即是就來打仗都會吃早餐 接著換班 以色列就看著這個 早餐時間 或者是軍隊換班的時間 他就派空軍去突襲 這些中東國家的機場 將那些埃及啊 敘利亞 約旦的空軍的實力呢 就削弱了的 所以第一輪空襲了之後呢 其實已經大大削弱了 中東國家的反擊能力 所以在這一次的 我們叫做神職 贏這場仗的背後呢 你也都要講到就是 以色列那些叫將軍的策略 軍事的策略 相當成功 其實我相信有參考過 第二次大戰呢 當時日本偷襲這個美軍 這個夏威夷珍珠港呢 其實也是朝早趁那班的美軍 未恢復狀態的時候 就偷襲的 現在一樣情況一樣 是以色列 也是這個朝早早餐時間 就突襲這些中東國家 而奪取了這場戰爭的勝利的 而他們第一件事要衝進去 當時要佔領第一個地方 就是這個聖殿山 所以當時有大量的 以色列軍隊的先頭部隊 首先衝到聖殿山去佔領 現在我們所說的聖殿山位置 即是以往所羅門王聖殿 所興建的位置 他們首先要奪取這個位置 因為對猶太人來說 是相當重要的 所以現在你看到這張照片 就是當時佔領這個位置 就是這個哭場的旁邊 去拍這張照片 代表他們成功佔領 也衝進去舊城區 奪取整個耶路撒冷 所以這次六日戰爭 是1967年打的 離開1948年 已經接近20年之後 才成功把整個耶路撒冷佔領回來 所以這個六日戰爭 1967年6月去打 打了六日 就成功奪取 這個耶路撒冷救城區 和聖殿山的位置 所以你看到他們的軍隊 都拿了國旗進入這個救城區 所以自從這一次 1967年的六日戰爭 基本上以色列的國界 差不多定位了 就是大家現在畫面看到淺藍色 這個區域 就是他們所佔領 在1967年打後 一直到現在 都是他們所佔領的位置 而南部這個加沙 即西諾半島 已經歸回到埃及的境內 已經是屬於埃及的界線 現在 所以這個很重要 無論是1948年的立國戰爭 即是第一次中東戰爭 還是第三次中東戰爭 即是六日戰爭 都對以色列來說是相當重要 但在六日戰爭裏 除了奪取東耶路撒冷 即是聖殿山位置之外 他們特別 落重兵 是要攻打北面的位置 即是大家畫面看到 這個敘利亞南部 即是敘利亞南部和以色列北部的交界位置 就是剛剛都說過的 是郭蘭高地 說明郭蘭高地 即是他比耶路撒冷 或者比敘利亞首都大馬士格 是稍為高一點的山區 為什麼雙方在這裡的衝突這麼大 以色列前後兩次戰爭 包括1948年和1967年這次的六日戰爭 都企圖要奪取郭蘭高地 為什麼呢 其中一個目的當然是軍事策略 因為這是一個高地 如果佔領了 即是以色列佔領了之後 在他防衛方面 會比較容易守回自己的國界 因為你如果相反想像 如果郭蘭高地是被敘利亞取回的時候 敘利亞就有一個制空權 或者居高臨下 是望向南部的以色列國境的時候 在戰略上 敘利亞會佔上風 所以以色列的將軍知道 這個一定要打回來 這個地點 所以當時他也落重兵向北推進 也在這次的六日戰爭 短短六日奪取大部分的 郭蘭高地這個位置 所以現在郭蘭高地很大部分地區 都屬於以色列軍隊去控制去駐守 但是也是郭蘭高地 全是郭蘭高地很接近 郭蘭高地很接近 其實除了《創世記》第六章說到這個神兒子下凡除了人類女子之外 其實另一本書就是以樂書 在《死海古卷》中的以樂書也有詳細記載這件事 就是《創世記》以樂一書的六章說到 就是天上的兒子們 即是對應聖經所說的神兒子們 他說見到人類女子美貌之後 就決定要下凡挑選這些女子作為妻子 而當時他們首領叫做薩摩亞澤 就和其他的天使一起發誓 一起下去進行這個行動 而這裏也說了為數二百 有二百個天使 或者我們簡稱墮落天使有二百個 關於這二百個墮落天使 那你會看到他們下凡取妻的事件 甚至如何影響周邊其他古文明 或者世界其他古文明的發展 那你就要看回我最新的那本著作 《迷失的帝國》 我裡面是牽涉了全球很多古文明 原來都發現他們背後的源頭 都可以追溯到這二百個墮落天使 有興趣你可以去書局買來看參考 裡面有詳細分析 我這裏不特別說 因為我這裏特別想今集集中 就是以樂書這段所說 他們這二百個天使 最後下凡或者降落的地點 這裏說得很清楚 是降落在黑門山 而黑門山的位置 如果你看回地理位置 正正在敘利亞南部 以色列的北部 也是剛剛我們所說的 過蘭高地 即是以色列前後幾次中東戰爭 都要派兵去攻打這個山區 原來這個山區 除了有軍事策略的重要性之外 也是當年那二百個墮落天使 這裏下凡的地點 就是黑門山的位置 就是大家畫面紅點 我已經顯示了這個位置 而現在我們畫面 看到這個雪山就是 黑門山的位置 就是當它冬季的時候 其實山上也會暴滿冰雪 海拔也挺高的 所以這個山區 你就會看到 它是比南部的以色列的平原高很多 所以必須在軍事上要佔領 第二就是究竟這個山區 是不是隱藏了一些神秘的東西 尤其是和那二百個墮落天使 有關的神秘東西 隱藏在這裡 先吸引到以色列要揮兵進入去 去攻打這個郭蘭高地 甚至背後也牽涉了當年的蘇聯 和美國甚至北約這些陣營 要加入這場戰爭 以色列和其他周邊的中東國家 只不過是一個代理戰 為什麼這麼多大的國家都牽涉這場仗 是不是這些列國本身 他都知道這個山區裡面 其實有一些很神秘的東西 是不是 如果當時那二百個天使在這裡下墳 是不是這裡真的有一個通道 是將人間和天界相連接的呢 會不會他們就是想找這個通道呢 如果你看回聖經 其實是有講過黑門山這個地點 在生命記四章有講到 這個黑門山的地方 其實是屬於一個黃的地方 是叫巴山王岳的地方 這個巴山王岳有什麼特別呢 巴山王岳這個不是普通人 如果再查考一下 巴山的位置就是現在我查看 這個聖經的地圖 你就會看到所謂的巴山 其實就是剛剛我所說的過難高地 聖經所說的生命記所說的巴山王 就是古代過難高地這個地方有一個黃 叫做岳 而這個黃叫做岳這個黃 它有什麼特別呢 我們再查考一下聖經 這個黃本身 不是普通人 在生命記三章我講到 它伸長狗爪 狗爪有多少呢 狗爪就是成年人的手臂 如果換算米大概四至五米高 換言之它是一個巨人 這個巴山王岳 而它也說了這個巴山傳地 即是這個過難高地 是利泛陰人之地 利泛陰人即是Ravahim 即是舊約聖經所說的 加南地的巨人 即是說這個過難高地 就是古代加南巨人的基地 或者集中地 而這個地點正正也是洪水之前 那二百個墮落天使 所下凡的位置 所以你就會看到這個巴山王岳本身 其實就是這班 墮落天使的後人 因為根據創世紀第六章 講到這些神的兒子 和人類女子交合之後 生了一班巨人 而這個巴山王岳本身 就是一個巨人 而這個巨人的根據地 就是這個黑門山的上面 所以黑門山這個地方 除了有一個軍事優勢的策略 在這裡需要佔領之外 就是有可能就是當時 這個六日戰爭就是圍著 這個山上面的巨人的基地 甚至是天使的基地 會不會六日戰爭 其實第二個目的就是要佔領這個區域 去發掘或者去研究 當年洪水之前那些天使的遺物或者遺跡 甚至會不會巨人也都在這個地區 興建了一些古遺跡 在這裡隱藏在山區裡面 而以色列的軍隊是需要佔領 甚至美國蘇聯甚至北約 或者其他中東國家的成員 也都知道這個山區裡面 有很多這些巨人或者天使的遺物 是覺得需要佔領去研究 會不會有這個可能性呢 其實中東戰爭就不止一次 有幾次 甚至有另外一次的中東戰爭 我亦都懷疑他本身背後目的是 要找這個巨人基地或者天使的基地 究竟是哪一次中東戰爭 而地點又是在哪裏 而這個地點本身是不是也有一個通道 是將這個人間和這個天界相連接的呢 這些所有分析所有的內容 我都會留待在Patreon會員專區 和Youtube會員專區和大家詳細分析 加入會員的連結已經在影片下方的資訊欄 記得按LIKE訂閱和分享我的頻道 到Hu lettoc 結束後 去福利的 completo